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时风头无两 但是最终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着 今天咱们就聊几位这样的 头一位 鬼谷子 听名字很多人都知道 嗯 鬼谷子知道 好 你多问一句 他干过什么呀 可能就没那么多人知道了 鬼谷子这个名字其实是义名 他的真实姓名啊 他叫王许 也叫王禅 号玄威子 春秋战国 魏国人 就是今天河南齐县 还有一说 说是战国呀 这个魏国业帝人 就是河北林长 还有说法 陈国丹城人 就是今天河南丹城县 也不知人家户口是怎么上的 一个出生地还闹不清楚 反正有一点肯定 就是他基本就是河南河北这一带的 据说这个人长得很特别 额前四颗肉质 成鬼秀之相 说白了就是长了个鬼似的 别看这人长得不怎么叠 那个能力 空前绝后 跟半个神仙似的 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命嘛 很多思想家 出来阐述自己的各种思想 一般都是一个人就是一家 你像莫迪 就是莫家 韩非就是法家 也有那么几个人 叫一家的 你看孔子孟子 那都是儒家 这鬼谷子呢 他一个人好几家 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兵家 及大成者 纵横家的鼻祖 精通百家学问 说别人怎么评价 他这身通天彻地的能力呢 说他呀 日星向尾 在其掌中 瞻网察来 言无不厌 六涛三略 变化无穷 步阵行兵 鬼神不测 广记多文 明理审视 出此土便 万口莫当 修真养性 屈并延年 浮诗导演 平地飞生 这其实这个形容词 说的就是神仙 这就是啊 您看他这徒弟 您就知道能力多大了 哪都有谁呢 苏秦 你看我去年唱戏来着 京剧全本的六国风向 那主人公男一号 苏秦 张仪 白起 李牧 毛遂 毛遂就是毛遂自荐 那位 你说这多的能力啊 一般这么大本事人呢 喜欢嘚瑟 爱作词 有人说 咱啦 这有才华 还能有这副作用吗 像鬼谷子 这种扮仙式的人物 对自己 都特别自信 啥事呢 他就信自己 别人说什么都不管用 就说这位鬼谷子吧 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载 地上的全之道 天上的之类本 但一般算卦这种事 都不能给自己算 一种说法说是不准 一种说法是会损羊兽 不管怎么说吧 不好 但鬼谷子 偏偏的 没事就给自己算 这就相当于考试偷看答案 别人都是过一天 试一天 不知道明天跟意外 哪个先来 鬼谷子 是什么事都知道 什么时候 生职啊 加薪啊 结婚啊 生孩子 他给自个儿 算完之后 得了 知道自己这辈子无后 然后就开始了坑娃之旅 鬼谷子五十多岁才结婚 这本来就跟算命差不多 你都五十多了 生育能力差点正常 但人鬼谷子什么人 半仙啊 结婚没多久 哎 媳妇怀孕了 给生一个大胖小子 鬼谷子一看不对 我无后啊 这小子哪来的 嗯 给这儿子算卦 看完之后 跟媳妇说了 这孩子呀 命短 肯定得腰折 养了也白养 要不然就算了吧 媳妇也是他的脑残粉 说什么事什么 好好好 把孩子送庙去了 没多久 她媳妇又生了 鬼谷子又开始算卦了 说这孩子也不行 别费劲了 啊 媳妇真听话 好嘞 把孩子又送走了 结果第三个孩子又来了 鬼谷子还那句话 这孩子养不大 他还是算了 这回媳妇不乐意了 人家是脑残粉的 不是脑残啊 就问鬼谷子 怎么就养不大 鬼谷子说 你看啊 这孩子从挂面上看有三弦 不是您说那五弦一金那个 三弦不是那个 第一弦 风墙砍 就是乙瓜风墙倒了 排底下死 第二弦老虎吃了 第三弦 强盗杀死 这个三弦 天生注定 谁也化解不得 这孩子多惨呢 要不拿墙压死 没压死老虎吃了 老虎不吃 强盗杀他 反正活不了 媳妇不信呢 怎么都不信 非把孩子要养大 鬼谷子说 那你要愿意养就养吧 命中注定 你弄孩子吧 那我出去云游去了 一眨眼的功夫 这孩子十六 这孩子十六活得挺好 他妈就说了 说这个你在家待着也待着 你出去吧 出去找你爹去 这孩子真听话 出去找鬼谷子去了 哎 你别说他爸爸算卦算的真准 这孩子真遇到三弦 风强坎 老虎吃 强盗杀 但唯一不同的是 没死 这孩子特别善良 一路之上 介意勇为 与人为善 每次都化现为一 那个故事很长啊 咱们就不赘述了 反正这孩子生龙活虎的 出现在他爸爸面前 把鬼谷子吓一跳 又歪了歪了 打脸了 怎么办呢 鬼谷子把自己这些个经书 堆了一块 放火烧了 据说烧书的时候呢 天上飞过一群白鸟 拿烟一熏 熏黑了 还吸了点仙气 别的不会 学会了断生死鸡胸 哪有不好的事 或者哪死人 这鸟就去哪 哎 就是后来说那乌鸦呀 有地儿叫老郭 说这个老郭进宅 无事不来吗 一看这个结尾 您就知道 这个传说的成分比较重 事实上 关于鬼谷子的故事 基本都是民间传说 正史里几乎没有 之所以这个人的记载很少 我个人觉得哈 这人也太神奇了 神奇到不真实 哎 也保不清 原来正史里边有 后来修史的时候 人家 这不对 这不科学 就拉倒了吧 就给它删了 以至于正史中 对此人的描写 越来越少 有人说了 说这个 瞎说 反正就是个传说 没这人 那你说一个 厉害角色 被历史忽悠的 好 说来就来 接下来给您说 这位叫李存孝 评书里边有句话 王不过相 吏不过霸 将不过礼 权不过金 有人说这都是什么 乱七八糟的 这个说的是历史上 四个武力值 最顶级的人物 王不过相 说的是项羽 诸侯也好 皇帝也好 武力最强的 那得是项羽 力不过霸 说论力气 没有人要超得过 李元霸 权不过金 说的是金台 说打权 权法没有比金台更高的 这个金台挺有意思 他是北宋著名的武术家 他有个徒弟 叫周同 周同厉害 关键是周同 收了些个徒弟厉害 他徒弟都是谁呢 另外岳飞 卢俊义 林冲 史文公 胡松 未经证实的说法 射雕英雄传里边 东邪黄药师 也是他的徒弟 还有一个将不过礼 说的就是武将里边 最能打的 就是咱们要说的 李存孝 在这个说李存孝之前 我们先隆重的介绍一下 另一位勇将 王延章 这个王延章有多猛呢 他作为后梁大将 和唐军对垒的时候 日不宜影 连打唐军 三十六元上将 什么叫日不宜影啊 你看这个 人呐站在太阳底下 不得有影子吗 这个王延章 打唐军三十六元大将 用多长时间呢 地上的影子 没挪地 他就打完了 这就是打地鼠啊 这跟观云长 温九斩画雄 其实是一个意思 你甭管多横吧 一个照面拿下 那么说 这么强横的 王延章 在李存孝 面前怎么样 各位 一个照面 都没走过去 李存孝 十岁的时候 就曾经 打死过老虎 被晋王李克用 说为一子 号称 十三太宝 有一次 唐军 鹿州节度使 孙奎 率着一万三千人 准备讨伐李克用 李存孝 就带了三百骑兵 一个冲锋 击败唐军 升勤了孙奎 三百人破一万三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用一句话 总结李存孝 打仗的本事 就是无往不利 今天咱们要说 这位大爷 他不仅活的时候 牛哄哄 就算是死 都格外的硬气 怎么死了呢 车裂 就是乌麻分尸 这是古代的一种酷刑 和这个灵池 点天灯是齐名的 一般都是对那种 罪大恶极的人 采用这种极刑了 这个李存孝 犯了什么事 被判这种极刑呢 谋反 其实他不想谋反 他有个哥哥叫李存信 也是李克用的干儿子 他是让这个倒霉哥哥给忽悠了 等他意识到犯错的时候 已经是无可挽回 李克用再也不信任他 而且必取其性命 这好了解 这个李存孝太能打了 这要真造反 摁不住 所以好不容易逮着了 那必须弄死 奸展官是谁呢 很讽刺 就是忽悠李存孝谋反的 那个李存信 车裂的当天 李存信 驱赶着这个马就来了 这个无马分尸呢 就是把犯人的四肢 跟那脑袋 分别绑在马上 拿鞭子同时抽这些马 哗叉 就能把人给撕破碎了 但是车裂李存孝的时候 出问题了 怎么呢 李存孝劲儿太大了 狠天无霸 狠地无欢呢 绑上之后 任你怎么敢那些马 也撕不开李存孝 把行行的人累得不行了 最后没辙了 李存孝呢 把自己的哥哥李存信叫过来 说你们这样 弄不死我 我劲儿太大 我能把这个马呀拽住 这样吧 你们也挺累 我自个儿呢 也觉得没意思 你们把我手脚的筋都挑了 再把我手肘和膝盖的骨头敲碎了 这样呢 我就使不上劲 保证一撕就撕 哎 果然按照李存孝的办法 哗了一下子 就把他撕在那了 李存孝这么厉害 最后只在旧吴代史 卷53 唐书列传5 新吴代史卷36 《义儿传》第24里边 有简单记载 主要形象都来自于 蚕唐吴代史演绎 你说亏不亏 有人可能问为什么呀 估计是五代史国那会儿太乱 即使得也乱 国家也乱 一会儿一拨人 一会儿一拨人 你这拨还没写完呢 他的敌人当政了 别废话 删了从写 所以说后边这书啊 哎 不像话 再跟各位讲一个 我很喜欢这人 这人叫卖铁杖 有人说卖铁杖 是卖铁棍山药吗 不是 姓卖 卖子的卖 武器是一根铁杖 就有这么一个绰号 叫卖铁杖 我打赌 很多人不知道 历史有这么一个 可不是我编的 随书里边有 专门的一张 叫卖铁杖传 这个可能是今天聊的几位 里边最好的 里边写着卖铁杖 史兴人也 骁勇 有屡历 日行五百里 走急奔马 姓舒淡 十九 简单说吧 这人劲大 跑得快 性格怪诞 爱喝酒 这哥们是盗贼重身 一般人拿着没办法 你想啊 日行五百里啊 打不过 跑去跟汽车 是哪抓去 但一般来说 这种体育特长生啊 脑子都直 啊 勇勇无谋嘛 最后 让广州刺史给抓了 抓了之后 发去干苦力 但是因为 个儿高 胳膊也长 相貌堂堂 被皇帝的仪仗队看 皇帝是南北朝时期 陈朝的陈叔宝 卖铁杖呢 就在他的仪仗队里边 打伞 那时候皇上的伞 骑了伞扇嘛 一个得几十斤 对他来说不叫事 有劲 按说不错 一个囚犯 当着公务员了 还在皇上身边 但他的脑子比较清晰 他觉得还是当贼啊 比较得劲 每天在皇宫里 给皇上打伞 没有工作做案 一般人没辙了 他可以 他日行五百里 他选择下班之后 到八十公里 开外的南徐州城 做案 每天半夜 他风风火火 就奔着南徐州城下 飞身进城 明目张胆 该偷偷该想想 得手之后 第二天天亮之前 回皇宫 给皇上打伞 按说是没人知道 但这个玩意 架不住老去啊 长沿道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实邪 连续作案 十多起 徐州城 人心慌慌 最后有一次 被躲在暗处的官员 看见脸了 哎呦 这不是给皇上打伞 那哥们吗 告到京城 这一说 没人相信呢 这事最后就惊动了 掌管刑狱的 吏部尚书 叫蔡征 蔡大人说这部呢 上朝的时候 跟皇上说 皇上不信 蔡大人说这样 咱发一黄网 明门告示 朝廷十万火急温书 要连夜送往南徐州 刺史大人手中 送书之人 第二天天亮之前 烧回了回书 能做到的 讲白银一百两 条件是 只能不行 这告示一出轰动天下 大伙都知道不成 哎 卖铁杖乐坏了 我来 把黄绑接了 任务做的没话说 哎 天没亮回来 回来之后 进门就捆成了 有人说 这脑子不好 有什么可爱的 这是 我就是觉得 这哥们特别有意思 人物形象极其好玩 其实卖铁杖的故事很长 咱们时间稳限说不全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找 卖铁杖最后的成就不错 为隋朝的建立立下汉马功劳 直到隋阳帝的时候 还下旨表彰了他的功劳 称赞卖铁杖 先登县阵 皆高益烈 赠光禄大夫 肃国公 是武烈 就死了之后 给他称呼叫武烈 三个儿子也得到了厚赏 家官进局 满门荣耀 照理说 这么一个传奇的人物 不应该默默无闻的 但估计 他是因为后期 功成名就 都功绝了 使官们也不好意思 谁老提人家 年轻时候做贼这个事 是不是 这后人得留下 这个光辉正面的形象 所以一个挺好的男一号 生生的给 设计成了路人甲 也是造化弄人的 历史上被记住的人 大多是王侯将相 公子佳人 但用唯物主义史观说 历史是人民写旧的 不管时代如何 风云变幻 最打动的人的 就是大时代背景下 小人物的故事 但有句话必须得说 但凡能在史书上 留下一笔的 有没有信呢 在当时 肯定都不是小人物 他们只是在 慢慢的历史星河中 不那么璀璨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